剛好擦過網帶 太短了齁 所以沒辦法做好進攻 奧喬洛夫一開啟的策略 是完全是發長球 他不跟你打短了齁 所以他下蹲呢 他有一點擠到 這突然間短的一個 哇填尼控制最後 反正中這球過長齁 一開賽雙方的比分就相當的膠著 哇 相當精采的短球 白短對白短 這個在短兵對抗的當中的變化性 一定是最後是反正中的 因為中國這部分做的蠻實在的 其實我們看到其他國外選手 面對中國選手的時候 其實不太敢一直白短互相對抗 因為真的細膩度在這部分 中國選手是相當的出色 中演台對啦 打凡振東 他有這個條件 因為他本身在中國選手裡面 就是屬於非常有力量的 爆發力 看看他中演台 六比四 兩分領先 對 這沒辦法發力 所以反正中很冷靜 他對方擺得好沒有關係 我上去 你要發力 難了 這種發球 因為以奧家洛夫 因為他下蹲之後 他站在球桌的右側 你要側的難度很高 你看他又有一個偏右短球 所以常常這個直線 一發出去的時候呢 就會造成反正中的這個擠壓 對 又是短球 喔 機會球 這個機會球 只能搖頭啦 因為空的短 所以中國選手是機會 你看他擺得很細膩 對 這個有點高起來 結果呢 碰到網子出現 好球喔 人工這球打得上 都很精采喔 他就要扶重心喔 已經偏移的狀態之下 是沒有辦法好好出拍 喔 發球 兩個路線喔 一個是偏右短的 一個極限長球 所以你說 這種揭發球 反正中也沒辦法 橫移過來啦 因為有一個直線在牽制他 所以如果這樣的處理呢 反正中可能要稍微 調整一下 對 還是要 拔一個直線長球 因為桌球是一種 速度極快的運動 而且你瞬間的爆發力 這個一般就是 越年輕越好 所以我們的 莊志淵這種精神喔 我們國內的選手 應該好好的學習啊 對 相信是可以帶動這些 年輕小老弟喔 一起來突破 我們的歷史戰績喔 對 對 對 好 6比5 澳橋龍還領先1分 這個發球 要如何製造進攻 就看 短球 哇 這個球 防得精采 喔 這個球 被動當中喔 一直頂住 一直頂住 事實上他就是 帶過去 帶過去 最後拿到的分數 聯繫了 三四拍的 防守喔 輕輕的把球摩擦 但是最後這個球 有讓澳橋龍 哇 球回得相當快啊 好球 澳橋龍也接得 滿有威脅性的 但是對手 確實 已經準備好了 這種展現的爆發力喔 我們這場球賽 很明顯的 雙方呢 都是 有一流的 技戰術 好球 這揭發球 就有水準喔 以這種 阿加洛夫的處理啦 他不擺短啦 突然間呢 上領球 帶有進攻 對 要跟中國這些 頂尖高手 你不能太保守 尤其越後段 越要有一個 壓制性的 一個攻擊 目前來到了 7比7平手 這球 也是 沒有 擋住 對 這時候 喊出暫停了喔 對 喊出暫停 目前來講 看起來 反正東 即使使用 哎 要拉直線了 要拉直線了 結果自己失誤喔 這個教練 德國的教練 有指導指點說 你現在 要發力的時候呢 陷入稍微改變 但是 自己 沒有做好 完整的動作 出現了失誤 哇 這邊 反正東 再拿下分數 大家回錯也是相當的兇喔 對 對 全方回到一分差距 阿丘尤夫是在 12年 14年 以及17年 拿下了德國戰的 南丹冠軍 在 2013年喔 梵振東跟阿丘尤夫 也是 曾經交手過 在冠軍戰 當時是梵振東拿下冠軍 這個球擋得精采 揭發球已經接得不如意了 蠻高的喔 那 反而呢 哇 這麼高 反正都 這個球 拉的位置 太偏右邊了 如果往身體一打 應該是會拿分的 有時候就贏練之差 有時候就是 比賽就覺得說 我這個打進去就會贏了 對方還是靠他的反應 回擋 真是每一分都拿得不輕鬆喔 雙方6比6平手 哇 好球 這個直線收到效果 這球 看起來 反正都反拍 防 防守加壓呢 也這麼強 到底要打哪邊呢 阿丘尤夫 這真的要打穿的 他的防線呢 也是 但是 要多拍的來回阿 喔 漂亮喔 也拿4分喔 對 這個 拍器 氣勢不錯 喔 那 速度的 進攻 也佔上風 看能不能 維持得住 哇 原來 哇 這個球 精彩的對啦 最後當然 也是 想嘗試呢 反手的能力 可惜了 掛網 1比4 肯定都目前3分落後 漂亮的接發球 這種領球呢 對發球方來講 會有比較被動 所以 事實上 奧加洛夫 今天的領球 還是相當的理想 他是 有時候 應該要提到前一集 領先一分 還是不敢領球 應該是領球 會比較有得分力 欸 出界嗎 球速 喔 出界 反正中 得到第二分 要還罰球 結果反倒是自己沒有掌握好喔 反正能再追一分 他就要負5比1的漂亮開局 不要浪費掉囉 精彩的開局 輕易的又丟了兩分 那這個也是可以打亂 反正中的準備了 這球可惜了 雙方一分差距 打到網袋 最後影響到了 梵振東出拍的時機 這個梵振東 極速領先 應該要更打凶一些 是 不然這個整個 會被壓制住的 對 而且 因為奧翔夫斯地主選手 所以當然喔 打主場打起球來 是更加有信心 哇 有點切發球 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打喔 原本呢 他是以控短為主 現在要輕輕的調打 也造成促網又出界 哇 現在梵振東這邊 是連續丟分喔 對不對 場上 應該是最擠的是教練 但是不能喊暫停 沒有潛力的 沒有潛力的狀況 環振東 心態自己調適 目前梵振東 1比54分落後 還有 哇 想當快思惡喔 哇 這個球 太快了 聯繫來回球喔 看起來是奧翔洛夫佔上風 他能夠發力就發力 喔 這個擠到了 結果呢 還是回去 還是回去 現在越打越順手喔 在關鍵的第六局 來到了6比1領先 還擺嗎 哇 連擺 對 這在處理球上面 真的是比較保守一點 對 太保守 太保守 大致上 如果只有擺短齁 最後 最後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中國選手 搶攻的機率是大增 大增 好球 哇 這個球 精彩的 左右開攻 而且反應很快 那梵振東呢 已經打出 球的速度 但是對方還是粉啊 精彩的第七局 雙方現在又是一分差距 好球 所謂的長球 直球 就是奧翔洛夫發力的機會 因為 8比8 這個奧翔洛夫 要怎麼接發球 所以特別緊張 要擰嗎 擰嗎 擰的話 當然有些球 比較難度高啦 要擺可能都落入 凡震東的打法 8比8平手 凡震東的發球 在第五局的時候 奧翔洛夫是揪了三個賽末點 來看看 關鍵時刻 好球 還有 好球 防得不錯 防得不錯 好球 這個球精彩 因為整個是被動當中 奧翔洛夫是左右的擋 最後逮到發力的機會 拿到了第九分 你看這個都是被動了 對 在這個時候 反倒是 一分超前對手 好球 哇這種速度的對抗 今天奧翔洛夫呢 整個 對抗上是佔上風 還有一個揭發球 距離逆轉勝就差兩分了 奧翔洛夫 好球 哇 奧翔洛夫自己的書記 現在來